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神经 我们读的时候怎么感受呢 好像非常的恐怖 对将来的审判 必然会临到我们的这个失败 我们感谢主 我们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主耶和华 耶稣基督的子民 如果我是他们的子民 那么他在哪里 我们就必在哪里 所以耶稣也应许我们说 他要与我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所以我们不是孤单 面对我们所面对的挑战困难 和将来的审判 乃是我们的主耶稣 带领我们 与我们一同经历这样的一个审判 而最后的得胜呢 是我们的主耶稣 所以这一章里面讲到主耶稣 和他的子民 在将来的情况是怎么样 好 让我们可以安心的 来跟随他 来信靠他 那我们先来看这些图画 有一个概念先 这是我们在这一章里面讲的第二段的信息 那我们看下面一张图 好 标准就上面那一张图 这一章里面讲到三个天使的意象 这三个天使的意象带来三个不同的信息 第一个天使呢 呼召人要来敬拜这位真神 第六到第七节 呼吁我们敬畏神的人 呼吁世上所有的人 都要来敬拜这位真神上帝 第二个天使 预告宣告 巴比伦帝国将会被神所灭绝 因为他代表罪恶 第三位天使 预告报告宣告说 凡是否认信仰的人和败受的人 他们将来所面对的审判 以灭亡 是他们最终的结局 所以这三位天使在末后 向我们世人宣告 这三个非常重大的信息 是我们有耳的都应当来听 下面一章 这三位天使的信息 第一位 所讲的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 呼召世人来敬拜 单单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 下面一章 这个我们下面提过了 再看在下面一章 好不好 这是第一个天使 巴比伦成人的异象 第三个天使 是讲到 那些否认主的人 他们必遭灭绝 死亡的异象 这三个非常重要 神要向我们在末世代的人 宣告这三个很重大的信息 我们应该留心来听 好 下面一章 第二呢 宣告主里死了的人 是有福的 这是一个非常安慰我们心的人 因为在这个审判临到之前 将有很多的天灾人祸 必不患难 会临到那个时代的人 而在那个时代的人 虽然死了 但是主宣告说 从此 从此 是那个时代开始 在主里死了的人 是有福的 所以死对人 不再是一个咒诅 死亡在那个时刻 乃是一个祝福 因为 在从此以后 在主里死了的人 是有福的人 当然也可以延伸到 凡是在主里死了的人 都是有福的 好 我们下面看 为什么在主里死了的人有福呢 不是所有的死人都有福 而是在主里面为主而死的人 所以说 对神忠诚的灵魂 他们死了 却得到无比的安息 这是灵魂得安息的福分 第二呢 做工的果效 随着他们 我们在世上所劳碌的 如果是为自己 为公司 为老板 为儿女 那么 这个工作果效 随我 随着时间的过去 就过去的 但是我们为主而做的工作 不论是大小 多少 贵贱 只要是为主而做的 这个工作的果效 会随着我们 去见我们的主 下面一张 好不好 第三呢 是讲到将来的审判 将来审判用两个比喻 来 两个意象 两个比喻 来象征 这个 审判的情况是怎么样 第一个好不好 那庄稼的比喻 作为审判 收割庄稼本来是一件喜乐的事情 但是在这里的收割庄稼有两方面的意思 第一方面呢就是做审判 审判的意义 下面一张 酒榨的比喻呢 也是做审判 如果葡萄熟了 要采集的 放在酒榨里面 让工人用脚去建搭 把它建搭到粉碎 然后他的葡萄汁流出来 来象征罪人将来 要被上帝放在葡萄榨里面 用他的铁脚来建搭 然后他们要这样的 受苦受难 这是审判 审判 下面还有吗 好 我们回到第一章好不好 我们先讲第一方面 三个天使的意言 第一个天使 回到第一章 是呼召 在那个时刻 神能给人有机会 有恩典 他向世人发出的那个呼召 我们要敬拜神 因为我们被造是为了敬拜神 但是我们必须敬拜一个对的对象 正确的对象 不是假神 不是偶像 不是人造的神 也不是世界上任何伟大的人物英雄 而是单单敬拜 这为创造我们的全能的上帝 在末后来临之前 有一个特别的征兆 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福音要传遍地上 传遍天下 在各国各民中做见证 这是马太福音告诉我们的 所以耶稣来之前 福音一定要被传遍天下 但不是说 传遍天下的意思 不是说所有天下的人 听到福音都悔改 都认罪不是 但是其中一个征兆 就是福音必须被传遍天下 在主耶稣基督时代 这个使命 好像是不可能的使命 Mission impossible 是不能可能完成的一个使命 因为那个时候世界太大 人的交通工具也好 通信也好 是非常的落后 可是今天 交通非常的发达 一夜之间 我们可以到另外一个世界去 我们的通信 系统非常的发达 一刻之间可以传遍天下 我们过去礼拜天 一个礼拜来一次 这里听到 外面的人听不到 但是借着今天 因为疫情的缘故 教会关门的关门 被封的被封 但是透过通信 高科技 所以能够在一夜之间 福音就传遍天下 只要有通信系统的地区 都能够到达 所以这样的一个目标 使命就很快就会完成 很快就会完成 可能在我们的眼前 我们看得见 我们还活着的时候 就会来到 这位天使所传的福音 不是世上的福音 短暂就过去 这个福音圣经说 他所带来的 所传的福音是 永远的福音 为什么圣经又形容 这个福音是永远的福音呢 所谓永远的福音 是永远都有功效的 直到世界的末了 直到世界被毁 这个世界被粉碎 被烈和浑烧 神的福音仍然屹立不动的 纯道永永远远 而这个福音是神 对世人 对信主的人 永恒世界的一个目标 这个福音也是论到 将来人类在永恒里面的事情 世界上没有一个信息 可以告诉我们 将来永恒国度的事情 除了耶稣基督 跟祂的福音告诉我们 第一个天使 出来呼喊 叫人要来敬拜这位 创造宇宙外入的真神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今天不单是基督教在呼召人 要敬拜神 真神 其他的宗教也同样的 灰人要有信仰 要来信仰这位神 不管他们的神是怎么样的神 都要有信仰 要行善 不要作恶 不要作孽 那我们的世界 可能会美好一些 可能天灾人祸 不会继续的 那么严重的 肆无忌惮的 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这样的一个信息 跟保罗当时奉差遣 到外邦那些传福音的时候的目的 目标 宗旨是完全吻合的 保罗巴拉巴出到外邦那些传道的时候 对他们说 你们要离弃这些希望 希望的 假的 要归向那创造宇宙天地的 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上帝 人人都有敬拜神的一种的意愿 一种的本能 一种的本质 那是因为神把永恒 跟灵魂放在祂的里面 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寻找到 那个创造祂生命的主 去敬拜祂 而往往把上帝所造的其他之物 拿来当作神来敬拜 所以神要透过这个天使来传 永远的福音 第二个天使呢 他宣告巴比伦青岛的意象 这是十四章第八节说 这是一远到当时末后的时代 在这个使徒认为 可能就是他不久的时代 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罗马帝国 就很高于崩溃会灭没 在启示录里面呢 他常常把罗马描述成为古代其二的巴比伦 这也是新业 新旧业里面所采纳的一个比喻 巴比伦是一个沉沦 罪恶、淫乱、奢侈、不义、不道的生活的一种的表现 当这些表现出来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 巴比伦是已经复活了 巴比伦曾经在我们的世代里面 他终究要像罗马帝国一样被神完全的消灭 我们今天看见巴比伦的行为 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在运行、在发生 是淫义、奢侈、不道德、淫乱、暴力的一个复活 一个表现 我们知道古代的巴比伦是代表霸权、强权 代表罪恶 而在波斯古列王的时代 就倾倒、就灭绝了 那么伟大的那个巴比伦帝国 空中花园 在那个时代 那么进步、那么文明、那么发达 但一情之间 他被轻浮了 这是令人文之心寒的一件事情 今天你看见世界喜多的国家 你认为他非常强盛 非常兴旺 可能一刹那之间 他就倾倒 像古代的巴比伦一样 圣经里面论到很多关于巴比伦的意言 以赛亚先知说 巴比伦倾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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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一切雕刻的神像 都被打碎在地 这是先知对巴比伦的一个议告、宣告 这个耶利米尔先知也这样的意告说 巴比伦复然轻腹毁坏了 巴比伦复然轻腹毁坏了 这句话最当时的人听起来 是天堂夜坛 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但是终于他被轻腹 他被打碎 这两句话呢 是就为两个思想拼合而成的一个观念 圣经说 巴比伦述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 耶和华手中的金的杯子 使天下沉醉 万国喝了他的酒都惊慌了 这是指巴比伦有一种败坏人心 掳掠人心的一种的力量 能够使人沉迷 是万国坠落那些不道德 癫狂的 净况的里面 而他的景象呢 就是背后一个 巨女 把酒倒满杯中 向人羡慕 向人诱惑 叫人静欢 让人引这个上帝 手中的金杯 而使人不能抗击的堕路 魔鬼撒旦 所涉及的网罗跟罪恶的里面去 今天人就是这样 很吸引人 很迷惑人 很诱惑人 使人不能抗击 叫人过一个放荡不羁的生活 破坏上帝的规律 上帝的圣经 所以这里形容罗马帝国 好像一个非常美丽 漂亮 趁烂迷人的巨女 他有这种诱惑的能力 魅力使世界的人呢 都来归向他 都来向他继续下拜 来堕入他的诱惑的里面 但是还有另外一幅的图画 在这里显现出来就是 上帝的碑 同时也是一个孽禄的碑 一个愤怒的碑 当岳伯描述奇恶的人说 怨他的亲自引全能者的怒碑 岳伯在患难之中 受到很多的苦待 受到很多的迫害 然后他这样的说 愿他亲自引全能者的怒碑 圣言在我我必报应 他受了很多的延期 但是他也没有能力 能够去报应人 他说唯有让神 让他亲自去尝尝全能者的怒碑 当人对我们发怒的时候 我们承担不了 当父母对我们发怒的时候 我们惧怕 当老板对我们发怒的时候 我们恐惧 当政府官员恐吓我们的时候 我们惧怕 发怒的时候我们惧怕 可是当全能者向我们发怒 会怎么样 所以我昨天在路德小组里面告诉他们说 当上帝发怒的时候 我们真的承担不起 人对我们发怒 我们都承担不起 何况是全能的神向我们发怒 我们更承担不起 所以身为拥有权柄 军事力量的大位王 在他祷告里面 他的诗篇里面 他求上帝说 求你不要在愤怒中 在暴露中 惩罚我 责备我 我错了 我有罪 你可以责罚我 你可以管教我 但是你不要在列路中来管教我 来责备我 他知道神是不轻易发怒的神 神是有恩典怜悯的神 神的发怒是一时之间 但是神的慈爱是一生之久 所以他说 上帝啊求你不要在列路中责罚我 我该受责罚 但是你不要在列路中责罚我 我们做父母常常在列路中责罚我们的孩子 给孩子给打死的 不少 因为你在列路中 你不能控制你自己 你失控了 你出手太重了 你对 你所发怒的对象 私下重手 就把他给毁了 所以 岳伯说 愿他亲自以全能者的弩杯 世人也说 神手中有杯 其中的酒会起泡沫 他们要喝这酒的渣宅 诗篇七十五篇第八节 这都是讲到刑罚的事情 以赛亚说 耶路撒人也喝了上帝愤怒之杯 所以耶稣被钉死七十年之后 三十五年之后 就是拙七十年 神借着罗马帝国的铁骑 焚烧耶路撒人 耶路撒人喝尽了上帝愤怒的苦杯 他们被奴猎到外邦 成为王国奴 神的木碑喝不了 喝不得 难怪大卫说 请你不要在列路中责备我 惩罚我 上帝指示祂的先知耶路撒人 从神手中借过这个露杯的酒 要给各国的铭喝 各国的铭喝 因为各国都得罪了 侵犯了神的圣洁公义 可以见到巴比伦 他有一种魅力能力 能叫各国的人 饮下他的酒 迷惑人 进入一种邪恶的境界 去犯罪得罪上帝 结果呢 招致上帝的愤怒 神就把露杯 赐给他们喝 所以可见 凡事在地上 不论是国家领袖领导政权 政府官员 或者个人 如果他们甘愿 随从魔鬼撒旦巴比伦的诱惑 去做一些败坏上帝 立法的事情 他们将要受到神将来的惩罚 结果他们避世 避难逃脱 上帝在愤怒中 要报复他们 给他们喝的苦悲 怒悲 审判死亡 必定会临到他们 这对我们是一个很严厉的警告 第三个天使 是依靠否认主的人 刚才那个依靠警告 是对那些作恶的 巴比伦的 跟随巴比伦的人 罗马的人 他们的恶行恶道 这里是针对那些已经信了主的人 如果我们离经背道 我们否定我们的信仰 我们也必定遭益灭亡 有的人相信一直得救永远得救 但在里面有很多文章可以写 可以探讨 但是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天使依靠 否认主的人必遭灭磨 这个意象很清楚 摆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在第十三章的时候讲过 那个受把能力 以他的印 印在人的身上的那个警告 现在那些向人提出 现在是向那些提出警告的人 就是对这些接受受印 和盖他们身上的人 另外一个的警告 启示录里面最严厉的审判是什么 不是对巴比伦的审判 最可怕的 最严重的过犯的审判 是对那些离经被盗的人 藏过天人自卫的人 仍然弃绝 他们所受的刑罚 比巴比伦还要严厉 为什么 因为当时的教会和基督徒 正面对生死存亡的 挣扎跟恶劣的环境中 如果基督徒在那个环境里面 他否定耶稣基督 他否定他的信仰 那么他就要面对更严重的后果 当罗马帝国的时候 他们把基督徒抓到这个斗鸡场 那个净资场里面几万个人在那边高呼呼喊 基督徒丢在里面跟老虎跟虎抱狮子活动 让他们活活被吞刺被撕裂 他们在那边高呼欢喜快乐 把他们的痛苦当作他们喜乐的泉源 所以很多基督徒在那个时候殉道 死了 所以圣经说 从此以后在主里死了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是这样忍受痛苦和殉道 在那个时代的人信耶稣不像我们现在 他们要忍受各种的逼迫 患难 坐牢 砍头 除死等等 如果那个时候的基督徒都失败了 都否定他们的信仰了 那么今天就没有我们的教会 今天世界上就不会有教会的存留 基督徒就是教会 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生存 所以有教会的存在 是因为当时他们坚持他们的信仰 不否认而牺牲舍命殉道 所剥下来的福音的种子 我们今天不惜面对当时的信仰 所面对的那种的苦难的处境 面临死亡的威胁 但是今天世界上有许多地方的人 基督徒仍然面对当初的挑战 有的更加严厉没有分别 但是你要感谢上帝 你在这个地方 你不需要面对死亡的威胁跟逼迫 但是我们需要 面对我们信仰的挑战 我们要勇敢的把这个永远的福音 透过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口 把它活出来 把它见证出来 那才是我们见证我们的信仰 的另外一个表现 我们不用像初期的信徒 这样面对死亡的威胁 但是我们需要活出 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见证 来见证我们是一个认同祂 相信祂 接受祂 而不是拒绝祂的 那些对于那些离经被盗最终极的结计 是一个审判中 在审判中是一个最严厉的审判 圣经形容如同所多玛跟欧摩拉 圣经形容所多玛跟欧摩拉说 那地方烟气丧藤 如同骚摇一般 当耶稣描述到 以赛亚所描述主要来报仇的日子的时候 他怎么说 他说以东的河水要变成石油 那你说河水变成石油不是很好吗 今天切发的是石油能量 但是你听下去 以东的河水要变成石油 埃尘要变成硫磺 地上层烧的石油 是由昼夜不细泉 烟火永远上腾 必世世代代成为荒废 永远 永远没有人经过 没有人记住 这些人将在众天使跟高雅的面前被审判被消灭 而天上还有另外一幅美好的主像 就那些已经与神同在的人 他们以耶稣一种审判这些人 他们是在那边欢乐享受他们过去所受的痛苦的回报 他们能够亲身目睹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一个学者说 在那儿展现出第一的火 而在《赤经》中描写说 在那儿展现出来第一的火 面对对面是欢乐的天堂 两个非常强烈异象的对照 有如拉撒路跟财主 一个在阴间受苦或火里面受苦 一个在亚伯拉罕里面享受亚伯拉罕 上帝带来给他的祝福 《赤经》里面讲到 上帝最后要把这些罪人交在圣徒的手中 我们要与耶稣基督一同审判这个世界 而这些人要被像河街一样丢在火炉里面被燃烧掉 他们在政治得胜的人面前 接受这样的一个审判 他们如同牵在水中下沉以后 再也看不见他们的终极 这是《赤经》里面许多书线提到的事情 所以在末后的一个特色 就是出现一个非常宏大的公正的正义的大审判 就是在一些正义已经得救的面前进行的 曾经有一个教父 叫做区师多摩 他被称为金嘴 在那个时代里面 为什么称为金嘴呢 因为那个时代里面他出口成金 他讲道好像金样的宝贵 所以当时的传道人不敢讲道 传道人干脆就用他的奖章照念就好了 因为他是金嘴呀 没有人能够讲得过他 没有人能够讲得比他好 所以很多传道人不敢讲 干脆拿他的奖章来宣渡就好了 他说一句这样的话 对一个受到拨害的人 叫做奥林匹亚师 我不知道这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教会 地方的人 他说你要坚持坚定不移的信心 就是你有这样的一个应许跟盼望 激发你有这样的信心 忍受一切的逼迫 因为你知道将来你要跟那些义人 政治的人 得胜来一起审判这些逼迫你的人 这些话我们听起来有一点好像不大认同 不大认可 我不喜欢有这样的一个报复性的一种的心理 我们有一支不和圣经的教导 不和神爱的教导 好像我们都是喜欢落井下石 幸灾落祸的心态的人 但是如果我们是像当时所受到的 逼迫的信徒那种遭遇那种经历 我们就不会批评他们 有这样的心态 有这样的心理 刚才我提到当他们在受苦受难的时候 被逼迫的时候 周围几万的那些观众 外邦人 坐在那边欣赏 坐在那边鼓赏 坐在那边享受 他们是怎么样 他们是用幸灾落祸 落井下石的心情去享受基督徒的苦难 到了审判的时候 这个情景倒转过来 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灾难 因为人中的是什么 收的就是什么 将来上帝公正的审判 公义的审判 会平衡在地上一切不公平的审判 今天世界上没有公平的审判 有的人被冤枉了被处死 有的人冤枉了做了老几十年 都没有一个公正的审判 但是在将来 有一个公正的审判 会平衡地上一切不公平的审判 所以人中的是什么 收的也就是什么 第二呢 我们要谈到第二大点了 宣告在主里死了的人是有福的 死怕不怕 死亡很可怕 很多人都不愿意死 在前一个礼拜五的 礼拜六的路德小组里面 我引用这个酷 这个乔布施的话 他说没有人愿意死 他讲那句话的时候 他说身已经快死了 已经得了非常严重的癌症 他这五十三岁就死了 五十三岁还是五十六岁 他在加州的史登法 那个大学叫什么 史登法大学 毕业是讲道 毕业讲话 他说没有人愿意死 他这太坏事了 他也不愿意死 但是他一定要面对这个死亡 他是富甲天下 他是最有钱的人 但是他也要面对死亡 他说没有人愿意死亡 连那些上天堂的人也不愿意死亡 你我都知道要上天堂 对不对 我们都不愿意这个时候上天堂 我们还愿意多活几个月 多活几年 每一个人都怕死 这里说从此以后 在主里死了的人有福 我希望我是其中的一个 前面是充满恐惧 残忍凶狠的那个场面 到了这里 忽然来的一个 改变的一个情景 是带着神恩实的 怜悯的应许 在主里死了的人是有福的 圣经里面多次引用这句话 是主在主信主的人 因主的守着主的道而殉道的人 他们死了是有福的 因为他们最终将与耶稣基督 永远合一 永远在一起 虽然世上的人都想把人以神 把他各界 用罪恶也好 用强权也好 要人以神各界 但是到了那个时候 我们真正完全 以基督合而为一 那是我们最大的盼望 也是我们最大的福分 也是我们最大的喜乐 我们不用 也不必再跟我们所爱的 跟爱我们的主 再有分秒的分割 我们永远的安息在神的怀抱里面 享受这个福分 当一个人在劳苦之后 最想要的是什么 就是休息 安息 我在加州问团体里面 有一个姐妹说 我们讨论一个题目 你最想要的是什么 她说 不是要经 不是要赢 不是要负 我最想要的就是 能够好躺下来睡觉 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当你工作到精疲力尽的时候 你最想要的是什么 不是美食 不是美妆 你最想要就是能够躺下床上 好好的睡一觉 我们福州人很应该有这种经历 你们特别做餐馆的 坐了十几个小时 三更半夜回到家 你最想要的是什么 就是能够躺下来 好好的睡到天明 我们将来 在神的国度里面 我们要悉下地上一切的劳苦 我们真的要在基督里面 神的怀抱里面 安详的享受这个安息的福音 没有经过劳苦 你不会感觉到这个安息是很宝贵的 所以一个诗人说 劳碌之后的睡眠 狂逃害浪后的海港 站立后的临近 还有死亡后的生存 充满极大的喜乐 这是一个对照 身在福中的人不知福 身体健康的人不知道 休息的重要 但是经过了病痛 经过了劳碌 经过了经逃浪 骇客的那种海港 经过战争以后的临近 和生死除完以后的活命 生存是人最大的喜乐 和极大的满足 我们都能够得到 我们在世界劳苦愁烦过日子 有一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得作这种至上至好的福分 安息在爱我们神的怀抱里面 因而最享受的就是吃饱以后 安详地睡在母亲的怀抱里面 这是他感觉到最安全 最满足的时刻 能够安然睡在母亲的爱的怀抱里面 有一天我们要想要 像拉撒路睡在上帝的怀抱里面 得享安息 所以圣经说 在主里死了的人是有福的 但不是每一个人 每一个在主里死了的人都有福 只有那些在基督里 信跟随主到底的人 他们才是有福的 第二 工作的果效随着他们 当我们讲到工作的时候 我们以为 那我们得救我们得福是靠工作 我们有工作才有酬劳 才有报仇 没有工作就没有 但是我们要详细来看 约翰在圣经里面所讲的 工作的意义是什么 他对于佛所教会所讲的工作 是指他们为主 心灵劳碌忍耐的生命 那个愿为为主劳碌 愿为为主忍耐的生命品格 是他们的工作 然后对推亚推拉的教会所讲的工作是什么 是讲到他们的善行 讲到他们的信心 讲到他们的服事 这都是讲到人的生命的品格跟本质 所以可以见到 约翰在节日讲到的工作的国家 是指一个人在生命里面的造义 生命里面所制造出来的品格 像金金一样的宝贵的人格 并且这种人能够反馈出耶稣基督的永美 那么你带着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品格 去见你的主 离开这个世界 你是一个真正有福的人 因为我们到主那里去 什么都带不去 我们是工作的国家 什么工作都带不去 只有我们的生命 我们在世界上为主怎么样牢骨 营造我们的生命 这个生命会随着我们去见我们的上帝 第三大点我讲了 审判庄稼的意向十四节到二十节 神用我们最能够理解 犹太人最能够理解的两个比喻 来说明在末后上帝的审判 是怎样的一个审判 这是犹太人所熟悉的 他引用的景象是犹太人熟悉的 好像一个人子的凯旋形象做开始 这是影子 丹利里书第七章十三到十四节里面 丹利里说我在夜间的意向中观看 我看见一位好像仁慈的 第一个就是庄稼收割的作为审判 当月娥盼望神的审判 临近他的时代的时候他说 开镰吧 把镰刀开起来吧 因为庄稼收了 庄稼收了就要去隔 不去隔 庄稼就浪费了 先知把这个收割庄稼当作一个审判 但罪恶已经灌满了 要收割了 要审判了 耶稣也说 在马可福音第四章二十九节说 骨已经熟了 骨既然熟了 就要用镰刀去隔 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 另外他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讲到 麦子跟败子的笔当中 耶稣也把收割作为一个笔 来做将来的审判 所以 收割是审判的一个历史 但是这里面有两个不同的审判 在耶稣讲的败子跟麦子里面 麦子被收割当宝贝 收在神的仓库里面 被神享受 那些败子被收割起来 捆绑起来 然后丢到火炉里面去把它烧掉 这两个不同的审判 两个不同的收割 我们是前面那一种 被收割了 藏在神的仓库里面 是神所享受的 还是我们被捆绑起来 丢到火炉里面去把它烧掉 当作废物 第二个是酒炸的笔 也做审判 你看这个酒炸分两层 一层上面 一层下面 中间有一个管子可以流通到下面 那些葡萄 熟了的葡萄就把它放在上一层 然后那些工人就在那边建大建大 把它建大的粉碎 然后葡萄汁就流下来 流到下一层的酒池中 上帝透过这样的一个图像 常常借着建大葡萄的意象 把它描写出来 所以圣经说 主清气 清看 气发 气发我们中间一切的勇士 神清看 神丢弃一切的勇士 像在酒炸中一样 神清看 神丢弃 好像放在酒炸中一样 主将犹大的鸡鸣 当作葡萄 丢在葡萄炸里面 用脚建大一样 也里面爱歌讲的 我独自揣酒炸 像在酒炸中一样 民众无一人与我同在 我将发怒 将他们揣下 发念怒 将他们建大 他们的血 建在我的衣服上 沾染了我一切的衣裳 这个非常恐怖的 神判的一个描述 神亲自建大这些收割成的葡萄 放到酒炸里面去建大 那个血建到他身上 衣服都满了新鲜 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景象 在这里我们看见两幅的图画 审判的两幅图画 庄稼跟酒炸 当时进行这两种动作的时候 活动的时候 是在耶路撒冷的城外 为他象征罪恶 象征城 象征审判 不能在圣城 耶路撒冷里面举行 要在城外举行 这是新旧业同样的一个观念 认为外邦人必须被带到耶路撒冷 城外去审判 耶路撒冷的城外 也有一幅图画 像这样的一个景色 他的万名要被带到耶路撒冷 在哪里 上帝要施行审判 耶路撒冷不是在耶路撒冷之内 是在耶路撒冷之外 而撒迦利亚先知描写外邦人最后一次攻击耶路撒冷圣神的时候 他们将在那里受到上帝严厉的审判 所以做上帝的仇人 非常可怕 我们不要成为上帝的敌人 什么使我们成为上帝的敌人 就是罪使我们以上帝隔绝 罪使我们以上帝成为仇敌 所以今天世界那么多灾难 你们看到最近东家的火山爆发 火山沿爆发一万五千英尺 比飞机还飞得高 夜幕盖下来的时候 大概只剩下一条看到一条线的东家存在 其他的都被掩盖了 这些天灾人祸 日本的富士山也重重移动 很快可能会爆发 不要心灾罗祸 美国的黄氏公园的面积很大的火 火江原也会随时爆发 科学家说这个一爆发世界一半没有掉 世界一半没有掉 印尼最近的火灾引起的海啸 东家的引起的海啸 都是非常可怕的 但是都没有上帝审判那么可怕 神也可以借这些天然的灾祸 去审判这个罪恶灌满的世代 我们都要有心理上的准备 这个事情可能随时会领到我们 在这里我们有两个难题要稍微分解一下 第一个难题就是 我们看见一个事实 就是一位像人子的耶稣基督来收割 另外一个是天使来收割 为什么要收割两个不同的收割 我们刚才已经有稍微透露过 就是耶稣来收割麦子 我们信靠主的人 一人收集了 藏到神的国度里面去当宝贝 那些犯罪作恶的人 这个镰刀一砍下去 收割捆绑起来 丢到火炉里面去 所以会有两个不同的人出来收割 一个是耶稣基督收割你跟我 一个是天使收割犯罪之恶 抵挡上帝的罪人 两个收割 一个是奖赏 一个是处罚 是两种不同的人 两种不同的结果 收割在两种不同的地方 第二个就是血从酒扎里面流出来 高到马的脚环有六百里 马有多高啊 马可能高过我的头 他的脚环可能要高过我的头 五六尺的深度 然后长度是六百里 六百里 这是什么意思 圣经学者没有一个满意的给我们答案 但是有一个比较可以接受的答案 可以让我们思考 就是六百里呢 刚好是巴勒斯坦从南到北的长度 六百里多远了 六百里大概是从圣地亚哥 因为我住在加州比较久知道 圣地亚哥到三凡市 可能再远一点 这里可能是佛罗里达 到这个波斯顿那么长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告诉我们说 在整个巴勒斯坦 以色列这块土地上 从南到北 没有一个人能够被逃脱 能够不在神的审判之内 所以审判是全地的 是全面的 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 没有一个人可以免除 在这六百的全地面上 是全面的审判 没有人能够有侥幸 没有人能够逃脱 最后我们来到结论 我们结论是什么呢 那些属耶稣基督的子民 在未来末世之前 将被主亲自收割 然后把它藏在神的仓库里面 那就是神的国度 所以在灾难大灾难临到之前 我们相信基督徒一人已经被神提升到 天上与主相议 在空中有七年的 婚宴的 高阳起经的婚宴 我们在那边享受 神与我们同在高阳昏喜的大喜的宴席 是去年 在地上天翻地覆的大灾难中 他们就在这个大难中里面受尽痛苦 他们被收割 因为他们记忆了神给他们的福音 这个永恒的福音传给他们 他们不要 他们要暂时地上的福 不要神给他们永恒的福 他们作恶 他们抵挡上帝 抵挡上帝的说 而你们 他们也被收割 但是他们收割了 丢到永远的列佛湖中去 永远在那里 永无止息 永无止境 这是人类最悲哀的阶级 但在天上 是人类最喜乐的阶级 最喜乐的阶级 人的终结在哪里 在活物里面 和这一生同在 就在我们今生的选择 跟我们今生的决定 你必须在你活着的时候 做这个选择 做这个决定 你的目标在哪里 是在天上 还是在地上 我们祷告 天佛我们感谢你 透过你的仆人 老约翰把这个信息 传达给我们 除了你的话安定在天 必不落空 也不动摇 你说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既然你透过 约翰所看见的 这三个天使的意象 所先告的真理 所预告的意言 也必定会应验 主啊我们感谢你 我们何等的有幸 在我们今生短短的几十年里面 我们有幸意见了你 我们有幸认识了你 我们更是有福 愿意谦卑下来 相信接受你做我们个人的救助 以致我们可以免弃这些种种未来的灾难 破坏灭绝 而是在你的福的当中 享受你从创世以来 在福音里面 为我们预备 永世里面的福乐 主啊我们何等有福的人 为着这个言故 在古代 在现今许多那些忠诚爱你的基督徒 他们宁可寻到 也不愿意否认他们的信仰 宁可接受暂时肉身的痛苦 也不愿意去到将来 永恒地里面的 永无止息的痛苦 我们牺牲了暂时的福乐 我们却得到永恒的福乐 我们牺牲了暂时肉体的生命 我们却得到永恒不朽的生命 我们放弃到今生会朽坏的一些的产业财物 且得到了永恒不貂蝉不损坏的永恒的基业 主啊你何等爱我们 你把这样美好永远的福音出给我们 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 在这个末日你这样快乐的时代里面 我们看见种种的迹象 已经显明主啊时间不多了 时候不多了 这个千疮百孔 百病重生灾难重重的世代 已经不是我们世人可以安息乐业的乐严 它将会成为像腰硫磺所烧灭的胡言 要败坏要毁灭 所以你早就知道 你早就应许我们说 你去为我们预备地方去 你如果预备好了 你就必来接我们到那个地方去 你在哪里 我们也在哪里 永远与你同在 主啊这是何等大的福音 何等大的福恨 我们感谢我们赞美 我们将的祷告交托仰望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